中華職棒中信兄弟隊 選在耶誕節的前一天 展開了第一階段的春訓了 那除了自家的選手之外呢 先前被一大釋出的投手 林英傑還有林七位 也受邀來參加訓練了 那雖然說呢 這兩人都還沒有正式 和中信兄弟談到加盟的事宜 不過對於能夠擁有 重回職棒的機會 他們兩個人都已經感到 非常的開心 接下來呢 林英傑和林七位 將會用樂觀的態度 來證明自己還能夠 繼續投下去 立陶恰呀呀 今年賽季在總冠軍賽 殺雨而歸的中信兄弟隊 選在國立體育大學 展開第一階段春訓 成為中職四支球隊當中 最早動工的隊伍 開訓第一天 投手群和年輕野手們 都前來報到 不過其中出現了兩位 從一帶來的轉學生 先前遭到犀牛釋出的 兩位前主力投手 林英傑和林七位 這次也受邀一起投入訓練 當然是我提出的建議 因為我們也可以 就近了解他們真正的狀況 我自己覺得 其實狀況是還不錯 但可能就是 年輕的人一直出來 當然可能空間 又有點壓縮到或什麼 但如果你說 還要繼續在場上表現 我覺得是 還是有辦法的 有句話說 上帝為你關起宜扇門 必定會再開啟另一扇窗 當失業時 接到其他球隊的聯絡 林英傑和林七位的心情 就像是在洗三溫暖 試出的時候 其實心情不是很快樂 感謝兄弟球團 兄弟的教練團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可以讓我回到球場上來 再重新開始 當然是很希望加入 可是有些事情 也不是我們可以決定 我們只能就是 把我們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 雖然兩人目前都還在待業中 沒有跟任何球隊 接下到簽約的事 但雙齡都相信只要保持良好狀態 自己絕對還能繼續上場比賽 有電TV 甘邦捷舞 明星 新北市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